平川说论镜天天聊我们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比赛 不过这一场比赛倒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FQQ居然主动选择用兽足 说实话这也是平川第一次看他用兽足 那到底发挥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好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低头选择的是CH隐秘之秋 出身在低头左下角 没错就是FQQ 兽足开局的话开的比较的常规 不过也是没有造兵营 有可能是素生本的一个打法 我们看一下人族 出身在地图的右上角 红色的人族选手 中文ID叫小小钟灵 从开局来看人族好像偏 这人族不说ID 你以为他是FQQ是吧 平川也是看了低视角才发现 这个人族确实不是FQQ 兽足才是FQQ 这个开局先造英雄 倒是没有造兵营 家里的话应该会多补几个塔 然后大法师去下暴风雪 这难道是FQQ用兽足 遇见了自己的镜像 好这个倒是蛮有意思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FQQ这边选择的是先知 确实还是先知配猎头的一个打法 战争模仿和这个兵营全部安排上 那之所以用这个战术 FQQ之前也说过 因为他之前参加黄金联赛 他觉得他用人族打兽足 这个战术基本是打不赢的 基本无解 所以这一次他主动用兽足 看去打人族能打赢吗 看一下人族的一个选择 人族选择的是大法师的首发 家里的话一个圣塔已经还升级 第二个塔暂时还没有动 没有造兵营 大法师应该是升的暴风雪 要不要第一时间去兽足家里搞点事 先知先知的话上来应该也是出这个狼 去骚扰一波人族 不过人族这一步的防御也做得非常非常的稳健 两个塔一个建塔一个圣塔 好这一波大法师绕一下 不要从中间路走 因为会碰见对方 绕过来然后去对方家里下暴风雪 现在先知过来一看 哎这不就是我以前用人族的打法吗 这双方对调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倒是蛮有意思的 上来大法师直接下暴风雪 一间自己使用过N字的战术 我们看一下FKK有何感想 哎呀上来没有抓到对方倒是有点难受 家里的话赶紧农民拉扯一下 资源肯定是要受一些影响 不过等猎头一出来 大法师就没有这么嚣张 好大法师第三次下暴风雪 兽足这边拉扯非常快 第一时间钻进地洞 然后猎头开始出来 狼开始出来 那就是追着大法师来咬了 我们看一下 人族家里好开始升奥本了 科技进度比兽族稍微慢了一点 兽族的话家里赶紧补一个商店 哇这财经的农民有点多 到时候还得拉扯一下 先知想去练个急 发现大法师哎 想过来抓一下 这一波守住带兔 等你过来上钩 好狼继续追着大法师 这边先知的话找机会练练急 家里的话继续还在捕猎头 人族双线拉民兵练一下 这不就是FQQ的战术吗 好现在狼继续追着大法师 大法师现在就要躲开狼 是吧 在自己找机会去骚扰兽族主框 然后自己双线拉民兵开始练急 先知看一下这个四级海龟 能掉一个什么装备 暗影斗篷 哇平准又要吹一下 这个装备倒是非常不错 好大法师过来下暴风雪 地洞又是射一下 确实兽族的话地洞装的快 你大法师前击这个战斗力还是差点意思 除非说你双线立刻练到三级 二级暴风雪的效果会不一样 现在兽族也不着急去追你 先把先知等级练高再说 二本一号直接来一发TR 是吧 这个时候你人族看你怎么办 好第二个装备打了一个公爪 大法师状态有点差呀 现在身上的魔法质不是很多 有个鞋子跑的倒是蛮快 好兽族二本生蚝 看一下FKK会选择二发什么英雄呢 是小歪牛头还是一个中立开 反正一般的话 一般兽族二本之后要回来一发TR 我们看一下人族能不能扛救 人族的话没有兵营 家里的话到时候只能拿冰冰出来敲 二发一个血法师之类的 也是AOE伤害 人族继续敲鸣兵炼 那现在大法师终于到了二级 先知也开始炼啊 双方英雄等级目前差不多 好兽族还是选择本族英雄 二发一个小歪 哎双兵营 双兵营爆兵去打 可以的 应该是双兵营到时候要造这个投石车 投石车加猎头 然后前线造几个箭塔 看你人族怎么去处理 好大法师现在收割一下装备 先知再练一个点就可以到三级啊 三级先知二级狼非常凶 哎大法师过来刚好抓一波 好暴风雪安排 哎不要走过头了 哎暴风雪安排 那兽族这一波的话练不了了 大法师现在身上的蓝还是蛮多的 看看这个五级蓝胖子啊 五级蓝胖子 暴风雪安排 哎呦差一点差一点 幸好这个瘦组调整了一下阵型 好打了一个眼睛 大法师继续和对方各种纠缠 先知的话差13点经验 小歪的话 哎刚出来有点着急 还得去买一波装备 那现在投石车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开始拉农民了 农民一拉直接去前线造塔 这一边看一下 哎人族选择二发一个熊猫 而不是本族的雪法师 熊猫这边喷一个火 大法师暴风雪一下 呜呦这个双AOE伤害 哎呦一个猎头被干掉 第二个猎头也被干掉 这一波有点亏啊 死了三个猎头 好大法师状态也有点大 赶紧撤一波 可以的 人族的这个选择还是非常果断 是吧 直接看到你这个猎头的打法 二发一个熊猫 大法师和熊猫 双AOE的效果 但是接下来就有点难办啊 家里的话开始 出点破法吗 还是出什么 首先南无肯定是要 后面出什么倒是一个问题了 兽族现在濒临城下 两个头石车已经安排上了 好现在农民 三个农民过来 直接要开始造塔了 人族看看能不能突围 家里我们看一下兽族补地洞 好还是这个非常朴素的打法 直接就是双兵营爆 爆猎头爆头石车 人族的话敲出来爆风雪 稍微控一下阵型 现在先知这个状态有点好啊 三级先知状态非常不错 身上的蓝很多 小蛙的蓝也很多 十棒插起来慢慢和你耗 那人族这一波敲出来呀 虽然说打乱了一下这个兽族一个节奏 但是对于兽族来说战争基本上没有多少 当时人族这边啊 农民死伤有点多 那现在继续往前 先把你这两个英雄赶跑 然后农民可以开始造塔了 两个头石车疯狂的砸呀 人族双英雄还是吃了一个卖粮 慢慢补一下状态 哇 兽族这个战术确实非常针对FKQ这个打法 反正二本一号直接过来Ti压着你家里打 你们英雄没有机会去练及等级不高啊 想和对方打飞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这一波的话又是钓鱼 把对方的农民全部钓出来 先知 哎 熊猫这一波看看能不能把先知给打回去 先知状态有点差呀 女巫捡个素 然后所有的出租集中在先知身上 好 先知赶紧贴一个加速赶紧撤一波 这一边 哎呦喂 你去打兵 那现在塔起来怎么办 好 先知身上 小维师这还是有药膏 慢慢一贴 状态恢复一下 三个塔马上要起来了 有个人组的时间不多了 暴风雪安排 熊猫火一喷 但是你打完塔 后面兵怎么处理 这边的话 男女巫 哎呦没有操作过来 直接被吃掉 塔的话 三个塔已经起来一个 熊猫前的蓝不是很多 暴风雪继续下 大法师还是二贴 没有三贴 一贴暴风雪下的还是不够给力 那现在真的是 FQQ用兽组打针对自己的这种战术 还是蛮擅长的 催过拉朽 直接T2把人组给干掉 我们恭喜FQQ 首次用兽组出师 非常的顺利 下一次平川 再继续给大家带来 FQQ的用兽组打的战术 好 喜欢本场比赛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